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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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总是会有点奇怪 但是这一个实际上是听得太多 最后我介绍很多朋友去 我听更多对他的赞议认为太神奇了 于是当我今天 认为他在太太去的时候 我便自己 üzer hand上去搀牌 Strange 霸目 当然á大家把她抹出来是我看他们的样子 你问 saib愣有心脉 已经知道这些麹 Pirloh 既然已经知道 participant explicar过 Wen conduc 而 They teach me their handir cheesy 基本上他们知道全部都知道 mossether 我只知道 Bahti 他总是说小老委叔've 部小老委叔你们不用怕我记住し 多錢慢慢會 肝又不行,喜歡什麼都不行,胃又不行,什麼都唏噓,怎樣怎樣怎樣 但要不要吃藥呢?就不用住,因為我們有一個,我們有一個,就是產品 我之前和大家講過,我沒有打算賣的,他說的那個就可以了,OK的 那麼,但是我一看完,我拿著那張紙來看 但是我剛剛去年,在馬來西方,用西的角度看,就fine color,漂亮的 那麼當然,我是沒有真是很仔細看,所謂我們是全部above那個平,就是那個條線上面 譬如,我不知道,做醫生的朋友去跟證我 譬如,那些,譬如你的腎功能,原來50%,就是我亂up的,現在 都算是正常的,你只有60%,那豈不是正常 但其實60%當然不是好,就是這個意思,OK 而且,腎虛和腎虐和腎虐,和西的腎虐又有些不同 那些不是我其餘,其餘就是有個翻譯的,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醫師,雖然他是講普通話,也是講廣東話的 但也是有個翻譯的,這個翻譯我想是小女兒來的,20歲左右 她主要是drop東西,嘩,那副工具 那個身體又薄啊,那個身體很幼啊,真的很薄啊,很薄啊 很窄啊 蛤,哪裡窄啊? 那個薄球啊 OK 嘩 嘩,那雙東西好像叫你什麼,掛著一個西瓜波切開一半 嘩 嘩 嘩 劉家寧是那種喔 劉家寧其實不是很大的 劉家寧,一般的 那我覺得這一個真是其餘 那其實呢,我跟著我見到那套,即是我去到那間 那只不是那個診所來的 那其實,我都想過呢 我再試一下,我第一次上去 把我的寮室變成的那些這樣的中心 因爲這樣就會隨時有很多人在這裏 是吧 但是好像夾框又不是很喜歡 再試一下現在生意淡薄 我們的確要不斷地想辦法 但是生意似乎在香港做生意不太難 待會我們講到那裏就講 第一節我們講幾宗很短的新聞 然後就去第二節 就不會講 譬如說英國監察又說 又講那些其實多鬼魚 香港人在英國很安全 在英國很安全 回來香港不安全 你可以做到什麼 所以它都沒有意思 就是Leap Service對我來講 好了 今天今朝行政會議之前 李家超再被追問 阿里王子的家族辦公室事情 李家超說 超哥說 在充滿競爭的市場上面 當局不能夠處於被動 不論是平民百姓或者富裕家庭 只要資金合適合法都會歡迎 就完全不回答 喂 阿里王子什麼了 政府有沒有被動 為何你們去見一個這樣的人的時候 連最基本的這些 檢查一下他都不會 他不回答 老實講 記者一定是繼續這樣問 喂 特首有沒有覺得 你們的團隊似乎不夠專業 喂 你被我這樣問 有沒有被人騙了 動勾你 喂 雖然那個誰說 喂 那個叫什麼 什麼沈運龍 說我們沒有被人騙一毫子 為何你跟著那些官員 那個人不去 你直接問他 是吧 為何你們沒有fact chat 不做的 啊 這些你不用做的 喂 總不少說到這麼誇張 隨便按幾個制 不用做的 有沒有人要負責任 政府不會覺得這麼尷尬 來 應該起碼要這樣問 是吧 他說當他這樣回答 我們不能夠被動 你要主動都對的 那麼主動都查一下 不是 沒有關係的 只要是否資金合法均歡迎 你要這樣說 那資金不合法 你就歡迎不歡迎 新加坡呢 就真的問都不問的 現在 你去開戶口 做什麼的錢 怎麼來問都不會問的 即是我有經驗 喂 你現在香港開個戶口 難問我問 所以我呢 尤其是跟一些 比較新的公司 比如四五年開始做生意的公司 我看到那些戶口 我批 我頭都是 上海商業 我不要說什麼 什麼懷孕 喂 我們去跟他 交收都很煩 如果我還去用 以前那些 什麼支票 入數 找個機器都難的 為什麼 難開戶口 那你新加坡不同 你大大都拆起 問都不去問 OK 好了 鄧炳強繼續 周圍去解說二十三條內容 我一會兒再講他那段新聞 其實二十三條就立了 阿正 他還解說什麼內容 而且不是去校園 或者商會 他去做演員 去街市 要拍攝 有什麼意思 有什麼意思 我幾個晚上 又可以滿足他的表演肉 又可以 嗨嗨 那些私人 又或者會不會 還有一些企圖心 嗯 嗯 還想升 學風水豪講句都會升 不是 真的老老實實講 法都立了 嗯 是不是 你要解講解的 喂 去商會 大學 就是一些 我不是說街市的人 不用講解 喂 但是 我覺得 不是去到街市 抓住人家小販的一隻手 然後講一些 還要講到九五答八 我們經常說 你學一下 別人美國領事 多貼地 他是不是想跟別人 對 這些人是有企圖心的 而且講到九五答八 好了 鄧炳強出席電視台節目 主持當然射光了 喂 今天約你談談國家安全教育 為甚麼約我來街市 真是最老套那些 是否有甚麼搞錯 鄧炳強就說 沒有搞錯 因為普羅大眾 每天都去街市 如果想了解市民看法 街市就去最好的地方 如果是 如果 這些你說 是否做show 是否想更上一層樓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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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問問你 平時有幾個街市 不要裝這些事 去到你是不是聽 這些人給你甚麼意見 好了 他跟那些相反聊天 他說 23條立法之後 做生意就開心了 出街行就開心 拍拖都穩陣些 如果 老實說 你做定妹妹也好 或者真的有 那些相反說 嘿 局長 自從23條立法之後 我們生意又好了 小朋友拍拖都開心 那我呢 我人又英俊了 那我也算了 雖然我覺得 不是吧 林炳強跟自己說 是的 你自己跟那些相反說 那些相反可以怎樣 你叫那些相反 是否23條沒有東西 要找些東西出來 勾說呢 他基本上其實就是為曝光 法都立了 說真的 你問我如果有相反 當然這些相反 跟他可能都是過去認識的 還是怎樣 喂 說真的 就算不認識的 就算我 極度反到23條 你有這樣的相反 對著我 有局長在那裡 我可以怎樣 今時今日這樣的環境 還有這些可能這些關愛隊 即是減少了 是啊 這些不用說 甚至乎有些 平時都很熱誠 有熱誠 大家搞清楚 都有這樣的人 所以這幾家路都未必會幫襯 好了 去到豬肉檔 你有沒有豬頸肉 我都弄幾塊 平一點給我都不行 這是懶親民 喂 還說呢 還說幫襯了這家路很多年了 不敢講價 我又不會覺得這個是灰弄藥路 但是呢 真的很假的 我真的覺得 還有你幾十萬一個月 不是啊 喂 這些環境 喂 老實講 老實講 我昨天下去買個爐 人家一見到我 都自動減價了 嗯 六八百元的爐 喂 這樣夠了 不要 一定六八百 喂 什麼叫支持啊 這些叫支持 你記得上次 就是 梅如帥 是 送波蔥給我行不行 他會學別人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喂 但是現在街市呢 不同環境啊 真的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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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三十年前 好了 去過雞檔 首先就是主持 主持有敏當主 大妹姐 這次了 他說二十三條立法之後 日常心裡有什麼變化 大妹姐說 沒有變化 每天都這樣開工 老實講 你問我 我都沒有變化的 我每天都開工 有什麼變化 好嗎 喂 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不同了 喂 以前 你有本書 未必有事啊 嗯 就算有國安法的時候 有本書 那種有事啊 還有一本書 我都不知道 找誰問啊 嗯 就說蘋果日報 誰能踏到我 蘋果日報 立法了 現在 一周刊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出事啊 喂 喂 喂 我真的不知道 一周刊的娛樂版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出事啊 根據湯家驊說 他的說法呢 應該不會出事的 但我真的不敢說 喂 就算你蘋果日報 以前有什麼藍極 那個什麼 藍極圈 因為東方 蘋果每個人都忘記了 喂 你這麼快膽說 一定沒事啊 好了 跟著 這個時候 鄧炳強出現 大妹姐就說 看到很開心 問可不可以握手 不過擔心自己會受骯髒 鄧炳強就說 當然可以啦 握完洗手就可以了 你說你說的多笨 人家 辛勤工作 嗯 想跟你握手 吵你了 但是怕這時候會髒 可不可以握手 你不是說 當然可以啦 就算了 用不著說那句 誒 握完我去洗手就可以了 你以為你很聰明嗎 自己這樣說 吵你了 你應該說 喂 辛勤工作的人 怎麼會髒啊 你好你好 這樣嘛 你不要說得那麼噁心 握手 握完你真的去洗 沒問題 這個 就不用說的 大妹姐這麼追蹤鄧炳強的手 不是這樣有的 真的這些有的 好了 鄧炳強捉住大妹姐的手 不放喔 就解釋 喂 批評政府沒有問題的 政府很樂意聽市民的意見 23條立法 不是針對普通的批評意見 就是針對特別的批評意見 是針對黑議用假消息煽動市民憎恨政府的行為 對港大市民的侵活沒有影響 老實說 鄧炳強 這條法例你們應該很熟的 喂 我真的不覺得 他有假消息這幾個字 在這條法例裡面 因為只要你做些煽動行為 是令到 香港市民憎恨政府 其實你就中了 這條煽動就是中的 大陸就是 大陸就是可以 如果你針對消息就不中了 反而 大妹姐又和應 是呀 買雞的買雞 買菜的買菜的 有什麼影響呢 沒有影響就應該由自入興 大妹姐她賣什麼 不知道賣雞 不是喔 看看 菜檔 雞檔的雞檔的 買雞 大妹姐 不過現在很多雞檔的 不是這樣說 老老實實說 是呀 我買雞酒 簡直不會下九龍城買 什麼叫 我見到這些什麼妹姐 我掉頭走 雞檔應該上面那一層有 四五個 做人做到這麼貓 見到官員就要握手 那 做人做到這麼契大 不是 人家叫好不好 大妹姐 話說 話說 我又不會這麼肯 今天 我去到那個 看中的時候 一去到有很多人坐在那裡 是啊 我聽見有人說 不過我免得再聽 就說 真的要多謝共產黨 開騰我打算 真的要多謝共產黨 可以這樣 真的要多謝共產黨 不是去 那些子女 可以這樣 不是去真心 真的有的 真的有的 所以說 我一點都 生活 我一點都 不會 勞氣 是吧 就是說真的 從來只有見人往外跑 就是這麼簡單 說完了 好了 今天東方 就做頭版 這個真的不說不行 其實之前已經很離譜 就是這個前特首辦公室 因為 他們本身特首辦公室 就在西環還是哪裏 有個位置 就用了 就被現在躺在那裏 董建華 曾蔭權 六八九 用了 於是 似乎 林鄭就租了去太古廣場 很貴 裝飾得很帥 裝飾得很帥 幾百萬 六百幾萬 裝飾 都算了 事情過去了 現在看 先不要說 你那些特首辦的總開支 明年 因為上立法會 再增加多 5.1% 是年年大增 我不要說那些 明年去到2,207萬 而 這2,000多萬 裡面 經常整開支 不要計算裝飾 林鄭月娥 一個辦公室 佔了900多萬 哇 而其他 董建華 曾蔭權 梁振英 加起來都是1,100萬 1,182萬 花費了 好了 你林鄭搞什麼呢 好了 我看一下 林鄭說 這個 前特首辦公室 說 前特首 林鄭在過去兩年 以前任行政長官的身份 出席了700次推廣和禮節性活動 我屌女老母兩年 700次 即是人人去那麼多 一年350次 她是不是亡論過阿超哥 但是去這些對香港有什麼公義 你有沒有覺得她去阿 有沒有覺得她去阿 有沒有覺得她700次阿 有沒有覺得她700次阿 好了 好了 辦公室的經常性支出預算 竟然是917萬 我不是說你裝修很貴 是說經常性支出 917萬 哇 哇 租金是500多萬 員工是200多萬 加上800多 900萬 不是說有些麻煩的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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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有前三名特首 在堅尼地道的 前特首辦公室 三個加起來是1,182萬 在去年 為什麼 林鄭搞什麼 為什麼你貴這麼多 為什麼你貴這麼多 因為有500多萬 是租 但是就算是那個租 屌你了沒有 喂 哎 你都是 人家是400多萬 人家都付租 喂 人家平均一個是300多萬 我撇了老母弄 你開了 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好了 不是我說 昨天在立法會裏面 包括李子敬提出書面 執問 包括謝偉俊 喂 現在財赤 是吧 應該是共渡時間 喂 現在不是那麼大花桶 而且 喂 林鄭參與的活動 李子敬說 是禮節性的活動 和政府的基調有出入 認為應該重新檢測 我真的敢贊成 我不是對人 我不是對人 你政府搞什麼 那些成千億的財赤 喂 這些是什麼錢 算是 不是很多錢 不是多少錢的問題 我又不覺得你做過什麼 林鄭 你三百五十次 給我們見到的 一來三百五十次 怎麼都見到十次八次 是不是 都不要說多 十次八次 兩三百巴仙 只見不到 那你說很必要的嗎 那為什麼不找梁振 為什麼不找梁振 何謂要財赤任權 當然是 老實說 有些活動 或者別人邀請你的 也說別人還給你錢 給你居馬費 你就給他拿 好了 至於太古廣場 老實說 當然是貴 當然啦,現在泰官那場爆不爆都成問題啦,前特首辦有沒有那麼重要啊,如果那麼重要的,那為什麼那三個前特首辦那些,喂,你在堅尼地道啊? 真的不公道啦,要是搬他們三個去泰國廣場,為什麼那麼重要? 放在堅尼地道附近,找個寫字樓給他咯,在上環,找個公室就行咯,多能餘啊,林鄭真是這個,真是混蛋來的,OK,讓我寫一會兒